大家好,欢迎来到咱们频道 赖清德最近向大陆发起了挑战 没消停几天又开始挑战 尤其是美国的参谋长联会主席布朗 公开谈台海 网言说美军有能力战士警方军之后 看来赖清德又觉得自己行了 赖清德上任后的首个民进党的全代会 他是首次以台湾地区领导人 还有民进党主席的双重身份 主持的第一次全代会 也就是赖清德全面掌握民进党之后的 第一次最重要的全代会 这场全代会上面赖清德向大陆挑衅 而且至此环节向民进党全党提三个要求 第一个要求建立台岛主体性国家认同 注意这明显就是台独 建立台岛主体性国家认同 第二深化民主宪政体制 第三保障自由人权 有人说台湾自由 大陆不自由 其实按照马斯讲 人的全面的自由 这是国争党在追求的 你们所谓的民进党追求不也是这个吗 但是这个自由和大陆讲的自由 完全不一个概念 台湾人没有自由 有钱人才有自由 你们这个自由是建立在有钱人基础上 有钱人才有自由 没有钱的人是没有自由的 就是人的所有的自由 我们中国大陆这个 马列讲的 其实马斯利宁包括毛泽东讲 是追求的是人的全面自由 那个自由是什么 就没有任何系统 干预的 没有任何系统的 就是真正的自由 你的资本主义体制下 人是什么 要那个自由 你追求自由是有钱 有钱你确实自由了 有钱确实自由了 所以那种自由 完全是假自由 中国追求什么 中国大陆追求的 这种自由是真的自由 所以刚才讲这三个要求 就是民意囊要求的 赖清德放豪言 声称民意囊在现在的责任 就是团结人民 而且说反吞并确保国家主权 要尽全力让人民认识台岛的 自己的历史文化 你说能有这话 台独能有这话强硬吗 这就是明显台独了 说建立生活在台湾的2300人 是一个命运共同体的国家认同 这就是台独宣扬 然后带领台湾民主 民主台湾继续向前 绝对不走回头路 他这个回头路指的是什么 指的可能就是由国民党创造 所谓的这套制度 国民党创造这套制度 实际就是什么 就是不让大陆来未来经营台湾 最值得注意就是赖清德 和落实他的新两国论的具体行动方向 就是继续 和他这个旧知识体的两国互不历属之后 这次又公开在他党来会上公开对大陆叫板 通过这些话你可以预见 未来赖清德在民意党有可能要持续发力的领域 就是一个历史 一个文化 还有教育 刚才讲了 你看他这几个建立台岛的主体性国家认同 实际就是洗脑 实际就是让台湾老百姓洗脑 包括深化民主宪政体制 让他坚信你这个包括自由人权 那个自由完全是假自由 有钱人才自由 没毛病把台湾人自己讲 有钱的台湾人才自由 但是有钱的台湾人自由是建立在什么 建立的大多数人不自由进场的 这和中国共产党追求的 是吧 中国老百姓追求的那种自由 完全不一个概念 你们已经很low了 自己只是自己不觉得很low 低级趣味 你追求那种所谓的金钱自由 那是低级趣味 包括民主宪政体制 要深化 这什么意思 就给老百姓继续洗脑 所以你看他主要还是要文化教育历史 继续加大力度 去中化 割裂两岸的文化连接 强化台独教育 包括洗脑 而赖兴德当着民进党全党的面 向大陆挑衅 就暴露了他真实面目了 那么赖兴德顽固台独立场 现在看没有任何变化 接下来赖兴德在推动去中化道路上 可能越走越远了 那就预示着 接下来两岸关系会进步几样 所以有人说 大陆不会对台湾动物 我觉得你先看赖兴德这个 这个作为吧 大陆现在我觉得不会忍 目前赖兴德第一招已经开始了 就是改闽南语为台湾台语 他已经行动了 未来不排除规定 就是未来台湾只能 拜圣马利亚 太阳神阿波罗 穿比基尼的维纳斯等等 就不拜关公和马祖了 后来就不讲国语了 台湾人可能以后就不能讲国语了 像不像乌克兰 敦尼斯克那个地带人 就是讲俄语 就不允许了 未来台湾也就是不允许讲这个 那就是台湾未来会发生动乱 对赖兴德这么大的一个政治挑衅 我觉得大陆一定会反这的 民众党现在没有反对 而且据说民众党已经向民进党 台独方向靠拢了 说目前民众党的黄珊珊率民众的 叫国际部 民众党的国际部应该是去了美国 在侨保晚宴上 黄珊珊以台湾第三势力为题演讲 也是大放角色 他在美国 我也在美国 我见过有些台湾人 但是台湾人的话 我也不能全戏 但是有些人我觉得他是真爱国 有些人他是真的是假的 台湾人现在大多数 我们现在就是命求勿乱 不能把它放在中国人这个行列里 也说该动手就杀就杀了 他声称说 对民众党而言 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了 有自己的政府 军队 货币及人民 跟中国大陆虽然有历史渊源 但互不涉及 治权 你看不涉及治权 大陆 咱们明确告诉你是叛乱政权 实际就是 台湾 这道意识挺尴尬的在哪呢 就真正在中国的 近现代革命当中 革命当中被斗倒的这批人 败退的这批人是国民党 国民党又什么 又大陆逃过去的 而真正在台岛生活这帮台湾人 什么日本人美国人这些崽子 这些人没有跟共产党斗中国 他们也不怕 所以就很尴尬的就是什么 就是共产党现在面临这帮人 这帮人认为自己跟大陆没关系 他们是搞倒了国民党 大陆的这帮反动派 国民党 然后夺的政权 他也不怕大陆的国民党 那就是 实际有什么 就是大陆共产党手段 台岛的这帮人不知道 也不知道厉害 厉不厉害 反正他说明 你大陆能搞倒国民党 我也把国民党搞倒了 咱俩是平手 你看国民党是当成一个乘是吧 凉 但是国民党那个时代多强 可能台岛的这些老百姓没意识到 那时候国民党非常强 就从黄山这个看法 我觉得就是主张台湾自主 我觉得 你看他说希望在此 前提下就是台湾自主 两岸和平 台湾自主 说要与中国大陆展开友善对话 降低恶语螺旋 确保连岸不会残忍我 什么意思 实际就是什么 就保持现在独立状态 既然已经说了 我已经独立了 说完了我独立 你别管我 你别打我来 咱别统一 他这种言论就说明 民众党已经开始向绿营靠拢了 民众党的柯文哲 包括黄文山 你说他黄文山到美国讲话 柯文哲不知道吗 一定知道 他受益的 民众党未来两岸立场 我觉得已经非常明确了 不过现在两岸统一 现在就是中国大陆 就根本没指望台湾人 说白了都不care了 很多台湾人不理解 大陆为什么突然间放着狠 包括很多台湾的学者 什么蔡总盐放这个狠话 他其实这种愤怒 主要是原因在于 和他之前预判不一样 所以他愤怒了 原来预判是大陆不会动他 对吧 你要和平统一 是吧 那就好好谈吧 大陆根本现在没有和平统一想法 我觉得两岸统一的主导权 一定要握在大陆人民手里 民众党 国民党 其实是包括民进党 他们爱走什么路走什么路 我们只有一话 就是流岛不流人 反正我到北美了 我现在看到了他们未来 这个生活的环境 反正我是不会在这 我是不会在这待的 我只会走不流人 我们在这个地方 只要让他到